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时评 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 路透社有一篇报道 讲到中国为了应对美国的制裁和围堵 准备花上万亿人民币去扶持半导体的行业 去生产先进的芯片 那么这个说法呢 现在最新的报道 由彭博社爆出的 已经开始决定暂停 同时换另外的方式来做 为什么?因为钱不够了 彭博社引述相关人士的说法 讲到说本来是要有上万亿人民币的补贴 但是现在看起来 已经投入的资金进去 收效甚微 没有产生出他们满意的效果 而且招致了一些腐败问题 还有就是美国进一步的制裁 因为你越补贴 你就越对美国是一个威胁 对吧 因为你这个芯片可不光是用在年用上面 还要用在军事上面 对吧 你现在是已经在这个地区来讲 印太地区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了 你有可能以武统的理由去发动战争 破坏和平跟稳定 所以美国对中国的高科技的发展不能不防 这是为了维护和平跟稳定的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当然了 你还有其他原因就是跟美国的争霸 但实际上在这点上 我倒觉得因为美国并不是会阻碍别人的竞争 或者说他会用这个政府的力量去阻碍别人 这种几率是很小的 真的除非是你犯法了 或者你伤害到美国的国家安全了 但是他即使是伤害到美国国家安全 他都要立法 这个政府的一些做法也不能违法 你还能去告他 没准还能告赢美国政府 之前不是那个什么 中国的三一重工 在美国就告赢美国政府了吗 对于美国政府来说 他不会轻易的去阻碍别人跟自己 自己国家企业的竞争 他的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 维护国家利益 而美国又是一个商业立国的国家 他遵从的是自由贸易 所以说他是鼓励竞争的 请问日本的汽车在美国 是不是很大的竞争者 把美国的汽车打得稀了哗啦 现在照样在美国卖的最好 美国怎么没有去制裁 日本的这些汽车企业呢 只要你是公平的去竞争 不破坏美国的法律 那么这不仅是对技术的进步有利 同样也对消费者有利 这个消费者开心 能够买更低廉的 质量更高的汽车 总之我们不能够因为 站在中国的角度 它本身就是一个完全没有 资本主义精神的一个国家 所以你就看什么都觉得 你是要害我们 实际上是他们自己 没有尊重自由贸易的精神 所以我在节目里面 不像有些人讲呢 我说为美国洗地啊 或者美国做什么都对啊 我也批评过美国 美国的CAA可没有少干去颠覆其他国家的政权的事 不管是民主政权还是独裁政权 这个之前我也讲过了 包括美国的在全球的美元霸权 这军事霸权 这都是我不否认的 在这一点上 我跟很多其他的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媒体是有差别的 事实就是事实 摆在我们眼前 美国人自己的也在批评某些美国的社会现象 美国政府的做法 为什么我不能提到呢 但是这不是我的重点 在事实求是的基础上 我们重点讲的是中国政府的做法 因为这才是对全球的现有制度跟秩序的一个巨大的破坏 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在大量的花钱去补贴自己的高科技企业 特别是半导体的芯片制造企业 结果没有产生更好的效果 反而是招致了更大的制裁 那么现在经济不断的在下行 收入在减少 地方政府入不付出 怎么可能还有钱去投入巨量的资金到这半导体行业呢 所以说他们就叫停了 这是最新的彭博社的报道 彭博社说 现在中国政府想用其他的方式来扶持这些半导体企业 其中就包括试图去降低这些半导体的材料的成本 但是美国绝对对中国的制裁不会停 而且会加大力度 并且联合自己的盟友 现在荷兰跟日本这两个很重要的 仅次于美国的中国的高科技的输入的国家 其实已经逐渐的在被美国说胡了 要站在美国这边 也去加入到制裁中国的行列当中 我们可能就在2023年就会看到 从荷兰也好 从日本也好 出现的一些新的政策 针对一些技术出口的限制 我相信今年应该就会出台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中国的你把这个技术的输入管道被掐断了 投入再多的钱 你去闭门造车 你是根本造不出来的 这是不可能的 就像过去中国的所有的几乎 有一个说一个 所有的从核武器到后来的什么高铁 到我们耳熟能详的什么华为大疆 没有了外国的输入 基本上是一事无成的 它的核心的零组件 核心的技术都是来自于外国 不管过去来自于苏联 还是后来来自于欧美 这种技术封锁 其实是最致命的 让中国的技术进步停滞 甚至招退 然后慢慢慢慢的进行脱钩 这样的话就可以削弱中国的整体国力 使得中国在这个国际舞台上 不再构成一个巨大的威胁 别看今天解放军吹自己实力多强 他第一现在还不敢打台湾 对吧 第二就是你真的打了 我们看一看效果 我们看一看有多少中国的武器装备掉链子 就是不比不知道 一比下一跳 一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你摆出来 中国有多少战列舰 多少飞行器 多少什么潜艇 对吧 甚至还有航母 你摆出来好像很好看 当然这个军队的数量也是最庞大的 但是真正打仗 不是纸上谈兵 不是把所有的数据摆出来相对比 现在我们在网上看到的 这些什么国家跟国家之间的军力对比的 很多的数据 很多的视频 节目 这都是纸上谈兵 真正打起来之后 你才知道他管用不管用 就像我们所有人 几乎全世界所有的专家智库 在预测俄罗斯军力方面都没想到俄罗斯会这么拉垮 一没有斗志 二这个军中腐败 三武器装备成就过失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他指挥的系统 这个战略本身 或者说他这个情报的收集 都是很有问题的 所以看到乌克兰战场的现状 反而我们对未来如果发生台海战争的话 对台湾更有信心 那么中国的经济现在困境这么大 他想重点扶持他的半导体的行业 去扶持最重要的芯片 由国家的权力介入从上到下的这样的一个指挥 指挥的是什么 是一个只有在民间经济活跃 自由贸易活跃 法治基础牢靠的 信息自由流通的 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才能够蓬勃发展的行业 用国家的力量去扶持他 那肯定是原木求鱼的 更不要说你这么大动作 就像之前这个李克强讲到什么中国制造2025 不停的吹 吹到后来全世界都开始要关注中国了 美国开始要制裁中国了 怕的2025真的 你成为这个世界一级世界一霸 那这个世界现有的秩序就受到巨大的挑战了 所以说现在中国制造2025不再再提了 然后之前习近平说过那个雄安新区 也基本不再提了 在他当时说那个时候 我还没有做这个节目 我写的是微信公众号的文章 当时我写还被别人骂 就是这个体制内的人骂我 他觉得他很懂 现在看起来呢 这个所谓的千年大计 还没到千年的 还没到十年的 就已经变成了千年大笑话了 那你政府现在要上万亿来扶持这个半导体行业 能有什么好结果呢 所以他现在也聪明了 意识到了 看来这个钱还不能这么花 我们还是要换个思路 这主要也是因为形势所迫 钱不够了 如果他钱充足的话 还真的有可能这种大撒币 然后另外一个中国的科技企业 互联网企业 这个字节跳动 就是抖音的母公司 网上有说 他今天裁员10% 就是这两天 说还没给年终奖金 结果HR被员工打进了医院 那么为什么员工要打HR呢 就是实在被逼急了 真的是崩溃了 很多人的房贷 车贷 或者是自己的家庭有可能 还有养孩子 这些费用都是很高的 他完全靠这份工资来养活自己 养活全家人 结果你告诉他 你被开除了 然后没有任何的年终奖金 在他看来就是你不给他活路 那你不给他活路 他能够有好气吗 他肯定要把发现在你的身上 这个HR小姐的可能也比较倒霉 他毕竟只是一个员工 也可能只是上级要求的 只是订好了 他来执行 结果他成了一个售旗包 中国互联网的头部企业 这么大的企业 都是这样的一个下场 都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可想而是 今天中国的经济实体 就更不要提了 中国知名的经济学者 吴小波 他跟中国的商界的关系 非常的密切 经常到处调研 去参观一些企业的运营 他同时也跟企业家 创业家做了很多很多的交流 他一直在这个圈子里边 我们之前在节目里提到过他 因为他的一个公众号文章 被删除了 他的那个账号都被封了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那篇文章里 讲到了有些企业家 决定移民加拿大 在中国混不下去了 他这篇文章带有负面情绪 缺少共产党最喜欢的正能量 所以说那篇文章被删 现在他做了一个年终的演讲 我们看一下他中间提到了 2022年这一年有多么的困难 2022年是中国44年改革开放 历史上第一次 我们的经济增速低于周边的国家 我们比越南 马来西亚 菲律宾 印度尼西亚 印度 甚至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 今年的经济增速都会低 第二呢 2022年中国的人口资产增长率 首次出现了零增长 这意味着什么 经典意义上的人口红利 在我们即将过去的2022年 正式终结了 朋友们这是一个完全不可逆的数据 第三个现象是中美科技脱钩 成为了发展的隐患 更要命的是 在2022年很多出口 外贸型的中国制造工厂 在美国合作伙伴的要求下 把他们的很多先进的生产线 迁移到了东南亚和印度地区 就是美国在制造业领域 摆脱对中国的依赖 这件事情 在2022年变得非常的剧烈 这将是一个中长期的现象 第四件事情 就是正常的企业经营 遭到了频繁的打断 我们看到的这一张照片 我们的企业 我们的正常的经营 甚至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生意 遭到了频繁的打断 虽然我们不能说 吴小波是体制内的人士 但是相信他跟体制内 还是有关系的 体制内体制外 特别是他一直在 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 市场经济 结果他现在也是如此之悲观 英国经济学人 有一篇报道 其中列出了一个表格 就是美国苹果公司 未来要开始减少 对中国制造的依赖 它的产品线全面在中国收缩 都开始减少在中国的生产 特别是AirPods 这个耳机 减少到40%以下 另外iPhone iPad 也都是开始减少 减少大概20%左右 他讲到一直到2025年 那我就有疑问 就是说 他能不能等到2025年 就是我怀疑在2025年之前 可能就会爆发一些 严重的地缘政治冲突 导致供应链的断裂 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么他可能来不及 因为即使到2025年 按照这个速度的话 像你看Apple Watch iPad iPhone 都仍然超过70% 是在中国生产 那么如果真的出事的话 那么苹果公司 将会受到巨大的打击 而那种打击要比 动态清零 比疫情可能更严重 当然苹果现在在想办法 把这个供应链 从中国转移出去 但是它的速度 有可能跟不上 这个形势的变化 那就导致这个企业 会受到作家损失 那么你如果买了 苹果的股票 可能要小心一点了 我有一个原则就是 你如果是严重依赖 中国的市场 或中国的产能的话 中国的供应链的话 那这样的企业 我是绝对不会碰的 除非你是想短期的 进行一个投机的动作 如果你真正的长期持有的话 至少是持续几年时间的话 那这样的企业 它的风险是实在太大了 当然我相信 吴小波肯定在这个演讲当中 还有大量的篇幅 在讲中国的多么的光明的未来 给大家打气 肯定他还得说这些话 一个是这些话 是大家爱听的话 另外一话 另外就是这个 这也是政府爱听的话 要不然他连这个什么年终秀都办不成 吹是他必须要吹的 是政治表态 我觉得价值就不大了 但是你要想长期的只讲真话的话 那确实也是很困难的 所以你必须要像吴小波这样 或者像这个罗振宇那样 罗振宇可能做的更过分 吹的成分更多 那么吴小波他本人可能 知识分子的情怀可能更重一点 还愿意多讲一点真话 但是不管是谁 你如果在中国生存的话 想长期的只讲真话的话 可能这个空间会越来越小 就像网上有一个人讲的挺好 他说如果你讲事实 讲逻辑 讲真相 讲科学 讲人性 那你就会没公众号 没朋友圈 没群聊 没账号 简称新时代五讲四没 那么另外呢 我们看中国的微博上面 还出现了一个词 这个词叫人矿 这个词最早出现在 1984年的人民日报上面 他指的是把人当作一种 矿产的资源的一个类比 说人也是一种资源 叫人矿 也是矿石 这种说法呢 现在又被重新提出来了 甚至还上了微博的热搜 就是人们在动态清零当中 遭受到铁拳的这些人 他们感受到了自己 丝毫没有尊严 没有权利 没有自由 所以说他们觉得自己 就是一个耗材 其实很多这个五毛小粉红 喜欢说支持外国政府的 都是耗材 对吧 反对自己祖国的都是耗材 实际上他们自己才是真正的耗材 因为他们自己 没有任何的权利 没有任何的自由 他们只有跟着共产党走 然后被共产党当作韭菜 割掉 被当作炮灰给牺牲掉 这是他们唯一的价值 那么除了这些五毛小粉红以外 还有很多的中国的一些城市里的市民 也感受到了自己一辈子辛辛苦苦挣点钱 可能还不够一个金融诈骗给骗光了 对吧 还有就是房子辛辛苦苦盖起来了 可能又被政府给强拆了 哪怕你存到银行里的钱 都可能取不出来 更不要说政府说封控就封控 说把你关在家里就把你关在家里 甚至说躺平就躺平 然后甚至你都买不到感冒药 然后你还不能有任何的怨言 你还必须只能夸政府 还能要歌功颂德 还要表现自己多么热爱祖国 这时候人们发现 原来我们只不过是人矿 只不过是耗材 网上就有人总结了 什么是人矿呢 就是意味着你是一个资源 你是手段不是目的 你耗尽一生的能量 只是为了成全他人 而不是追逐自己渴望的人生 第二人矿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 开采使用残渣和废弃处理 最初十几年 你在身上投资教育 目的是把你开采出来 成为可以用的矿 中间几十年是使用跟消耗的过程 最后不能用了 以尽量不污染的方式处理掉 三人矿一生所产生的能量 除了用于推动社会前进之外 还有一部分用来开采新的人矿 因此人矿是可再生的资源 第四 特殊情况下 人矿也可以转换为不可再生 这个不可情况呢 有人矿的能量被极度消耗 无力开采新人矿 人矿有了主体意识 认为消耗自己 开采新人矿毫无意义 人矿本能抗拒作为矿的一生 第五 人矿的价值跟煤石油天然气等资源类似 就是人矿过于充足 反而变得廉价 稀缺才使其昂贵 第六 石油燃烧不充分 会产生一氧化碳 二氧化硫等有害气体 同理 人矿如果消耗不充分 也会有余力琢磨有害的事情 良好的社会环境 需要找到充分消耗人矿的办法 把你消耗没了 你就不想着怎么来追求自由民主了 然后说 与人矿对应的概念是矿主 是家里有矿的人 矿主采煤矿是给了煤煽烧自己的机会 那么矿主采人矿呢 则是给了人奉献自我的福报 这个福报这个词也很有意思 马云曾经说 你这些年轻人去996的工作 去当一苦力 这算是年轻人的福报 这是马云曾经说过的 他现在借用了 社会进步的过程是消耗不可再生能源 转向可再生能源的过程 是矿主从煤老板进化为人老板的过程 第八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主要靠人矿驱动 作为人矿几乎别无选择 要么当燃料驱动他 要么被他的车轮碾过 如果人矿不去驱动他前进 那么剩下的人矿也不会被碾 但总有矿认为 作为燃料的一生 比被碾过的一生更有价值 这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五毛小粉红 而反贼如此之少 因为反贼都被碾压了 第九 当你意识到自己是人矿的时候 其实你就自我意识觉醒的时候了 人与矿本身就是天然矛盾的 人是衡量万物价值的主体 矿是被人衡量价值的客体 矿为了满足人的需求而存在 而人之所以感受到自己存在 亦因为他还有需求 第十 觉醒了的人矿是痛苦的 如果他什么也不能改变的话 为了减少这痛苦 他只能糊涂 假装自己睡着 日复一日燃烧自己 其实这不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躺平吗 所以当你看到一片沉默的人矿 你不知道这里面有多少人矿 其实是清醒的 直到某个特殊的时刻 这个特殊的时刻 他没有讲得很清楚 到底是什么时刻 我想这个时刻其实已经到来了 像之前的白纸运动 这么多的岁月静好 甚至可能还有小粉红 因为这件事情所觉醒 对吧 因为乌鲁木齐的大火 因为动态清零 现在好了 有这么多人 他的家人可能因为这个疫情的感染 那么他也可能是觉醒了 发现这个政府是极其不负责任 对吧 不是极端的 没有人性的风控 就是完全不负责任的 没有做好任何准备的躺平 牺牺牲掉老年人 这个时候不就是有些觉醒的时刻吗 那么这时候某个突发的事件 或某个契机都可以作为一个导火索 就出现了所谓的什么白纸革命 或者是后来什么放烟花的烟花革命 对吧 虽然这都是规模呢 只是零星的 但是也产生出了一些能量 也让我们发现了 在中国大地有这么一片一片的人况 可能其此彼伏的开始觉醒 当然了 这还是要看中共的 他的这个体制的转型 他的维稳的力量 他是不是能够跟得上 他如果跟不上的话 他的这个走回头路 他的加速的速度 他的这个朝鲜化的进程不够的话 那中国就会出现动荡 共产党就会倒台 如果他能够做到朝鲜化的话 那就是另外一个场景了 当然最终他还是会倒台 因为朝鲜是有人给他输血的 而如果中国变成另外一个大号朝鲜的话 是没有人给中国输血的 俄罗斯肯定是指望不上的 他自身都难保 最终共产党还是会垮台 所以不管是哪条路径 我们可能都会看到一个 完全不一样的中国 但是没有人能够预测得了 具体的时间 至少我们有生之年 是一定能看到的 好感谢收看这期的公司视频 如果大家请问这节目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 La 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